平常可以現場的直播 第五十二屆金馬獎入圍名單 今日揭曉 其中侯孝賢導演十年磨一劍的 刺客念一娘入圍十一項是最大贏家 先前已哼掃台北電影節 由張作季指導的最深夢死也入圍十項 另外百日告別念念也分別入圍三項 金馬執委會執行長文天翔表示 本屆台灣電影共入圍四十二席次 可說是近年來表現最佳 我不知道是幾年來最好的一次 但是是近年來最好的一次 應該會有質疑 因為主要刺客念一娘入圍十一項 最深夢死十項就佔了二十一項 再加上其他的影片 包括百日告別 包括《太陽的孩子》 包括《青店街一號》 《我的少女時代》 《菜鳥》等等 所以今年應該是 就是近年來台灣電影在整體表現上 最好的一次 此次最佳劇情片與最佳導演的 入圍名單相差無幾 張作季導演的《最深夢死》 侯孝賢刺客聶影娘 萬馬彩蛋塔洛 以及賈張科的山河故人 都獲得雙料提名 由郭富城主演的港片《踏血尋妹》 入圍最佳劇情片 而徐克則憑智取《威虎山3D》 再度入圍最佳導演獎項 此外今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 出現了破譯電影《我的少女時代》 導演陳玉山和佐爾的蘇佑鵬互相比拼 巧合的是兩部片都是懷舊成長題材 兩人卻導出了不同的韻味 陳玉山導演《我的少女時代》 其實並非只是一個簡單的懷舊作品而已 他在裡面所建構出來的那種成長的喜怒哀樂 以及在建構作品當中所展現出來的一個 所謂的調度上的一個流暢 對於這個時代跟角色的心境的掌握 其實都由他傑出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次在佐爾當中的表現 也讓評審非常驚豔 其實佐爾跟《少女時代》的並觀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經驗 當時所有的作品都會在金馬獎站 幫各位可以來比較一下 《少女時代》展大家都看過了 佐爾其實也是一個帶有點白舊的成長的 然後裡面有多角的男女關係的戀愛試驗 重新發掘人生的考驗跟方向等等的 可是所有紅拍起來 不但有模有樣子而且也不流暑 我愛台灣電影 希望台灣電影今年有好的正經 YES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